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若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建筑物 什么是我们的根基呢 格罗西书第二章提醒我们 基督是一切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世俗的小学 有人用花言巧语要迷惑我们 但我们应当在基督里接受基督 生根建造 人追求所谓的哲学妄言过去的遗传 要掳掠人 欺骗人 但我们宣告一切的奥秘丰盛都在基督里 而形体 人 论断人 透过吃喝饮食 节旗各种的禁令 但我们却发现 教会在基督里得到丰盛 得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 并且这些的饮食节旗 都是后世的影儿 而真正的实体是基督 人 世俗小学只能抓住这些 次要的 因而不重要的 但是我们今天认识那位真正的根基 真正的真神 就是基督 而我们与神同死 同活 世俗的小学 服从世俗的规条 看似智慧 但却无法克制人的情欲的问题 但基督的真理使我们与主同死同活 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让我们在十架里头可以夸胜 歌礼 人强调是人手的歌礼 外面的仪式 但是基督给我们歌礼 是脱去一切肉体与情欲 我们要得到奖赏 人故意谦卑 要夺去 人在永恒当中的奖赏 而今天我们可以靠主被联络 因神而长进 生命要有一个根基 愿我们把生命的根基 放在基督里 我们来祷告 或许神帮助我们 在身边有很多迷惑人的 许多的传统谎言 或许让我们看见 唯有基督是一切 我们在基督里 同死同活 同得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